4月13日,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访问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并出席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就职典礼。这也是卢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 卢拉表示,新开发银行诞生于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景,既建立一个贫困减少、不平等程度降低、更可持续的世界。 迪尔玛·罗塞夫女士出任新开发银行行长,将凭借她极其丰富的经历,在公共政策与国际格局方面的远见着实,增强新开发银行的领导力,以塑造一个更好的没有贫困和饥饿的世界。 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在致辞中强调了新开发银行支持巴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并着重指出, 罗拉总统来访对增强新开发银行与巴西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迪尔玛·罗塞夫表示,作为巴西前总统,我深知多边开发银行,特别是新开发银行,在满足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需求方面的重要性。 担任新开发银行行长对我而言无疑是极佳机会,能为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我的祖国巴西做出更多贡献。 新开发银行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与2015年共同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 总部位于上海,旨在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多边开发银行,成员资格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开放。 2021年,新开发银行接纳孟加拉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贵为新成员国。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累计批准成员国98个项目,投资总额约332亿美元。 其中,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累计批准22个巴西项目,投资总额约62亿美元。 累计批准24个中国项目,投资总额约90亿美元。